我和你和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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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和你和 我和你和你和 哎 天王和母后到底怎么了 大王 王后并根已除 只是心智衰竭 如再服一剧药 便可痊愈 那天王是快快下药 大王身边可有亲生女儿 我们便是 这位是大公主 二公主 你不要看我们干什么 公主犀怒 听到九居深山 能在宫中见到两位公主 胜感欣慰 还请师父快快下药吧 此药还要靠两位公主 莫名其妙 我们又不懂你们的法术 不是你们的法术 只需你们各自身上的一块肉 为大王 王后煎汤油 以捕大王 王后身体延期 哼 如果吃我们身上的肉 就能治好大王 王后的病 还要你来干什么呀 你是否有一家爱本公主 父王 母后让你们治得不省人事 这个月操派我们的分析 你就咬什么析 公主 虚弱 大王 王后的病急 确实要亲生骨肉的血肉进补 如若时候不遇 临到班宴必处死 那大公主 二公主 就试试吧 我身体这么弱 天日破点皮 我都疼得睡不着觉 这样子跟朋友下来 那我会怎么活呢 姐姐 你成婚多年 反正也不要什么好了 你就多跟着下来替我好吗 我刚成婚一年 年轻轻轻的 不能就留下你再发呀 妹妹这是什么话 我体若多病 你又不是不知道 要说 他老八难看 都是女人 你怕 我就不怕 你太什么气 都是你出的风主意 这活生生的 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 不用说我们金贵之身的公主 如果你身上的肉也能治病 你可割一块肉下来吗 师父 能不能用皮肠肉代替 人乃父母所生 鸡肉经父母所赠 为一只父母及患所需 儿女亦当在所不需 公主的金贵之身 又是谁给的 几十年荣华富贵 靠的是谁 人生在世 孝子违宪 大王娘娘 如今 只需公主身上的一块肉 公主只需忍得一时苦 难道 公主就不肯了 睡不在谁身上 当然会说 两位公主错了 如果两位公主执意不肯 平道的骨肉也能见效 那就跟我的吧 师父 休要多言 再拿刀来 喜用不肯了 详细流 师父 好听见的吧呀 你哪儿来的呀 嗯 好吃一样的味道啊 也好香啊 姜肉用荷叶包好 放入水中煮它 大王王后福后 不消灵气便可全意 若大王王后 真能治愈 道人功德无量 大王定会尊重道上 天道只求治病救人 不求功名利禄 天道告辞了 也就怎么能行 天道刚刚割肉 伤身伤气 真能够细细有 天道自回山中养死 请大人放心 啊 啊 请天道在宫中 细细一日 明日 待王后大王病情有了分枪 在座安排 一看如何 就是嘛 人家在床 不准人去呢 人家 不知道怎么样啊 师父 既然接了黄榜 要有了结果再说走啊 再说 总不能说好就好了 嗯 人家在床中 规矩如否 还望天道 既然是宫中规矩 天道就尊重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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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